再把这个卡卡住 这都是一个卡好的 拿个东西敲进去一下 这边也一样的 好 再把这个中式盖 盖上这个中式盖也盖上去 这个中式盖这里有个烤的 外框就装好了 再把这个烧面箱 烧面的贴在上面 一般这个长度贴放猪下三个点就可以了 两边都添一下 不要再把这个变成这个缩了 缩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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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里就是上组装的 已经组装好了 现在就这么安装了 安装盘先把一边切到卡在里面 另外一边切到卡在里面 嗯 外框就装好了 再把这个下面那个导送条 导送条 贴在下面 把这个胶子先撕掉一下 这个就行 地平 地平这个中间治疗线 地平中间治疗线 嗯 好 把这个缩了 这个胶子撕掉一下 再用点力去把它压住一下 把它压紧一下 严重一下 好了 外公斤就装好了 再把这个沙松 有个沙松 沙松料给它卡住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有滑轮的 滑轮 滑轮是封在下面的 地平中在上面 盘床 跌在上面踏在上面 硬之 这都有个卡烤的 大家看一下啊 有个卡烤的 卡 都是上面的 停的拍一下 拍的 看就是卡住了 拉着很轻轻的 如果大热拆洗的话 拆下来洗的话 就直接用稍微一点力 把它用力拌一下 拌一下这个就下来了 拆起很久了 就这样下来了 最要的步就是把这个桂胶 桂胶是送的前方打一些 所以我们说了一点紫身 东西边上都肯定会空气的 把桂胶全部打住一下 把它粘住一下 双面胶只是提到一个 暂时固定作用 肯定边上肯定要打掉桂胶 四周围全部打一下 把边上全部打到前面一下 大概过一个晚上吧 过一个晚上